同学好 国二下梯形的题目 来我们来分析一下题目 首先呢是A珠要平行BC 一组对边平行 AB等于15 AB这个地方是15 A珠等于18 BC等于39 BC等于38 这里是38 好 再来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珠一平行AB 因为珠一平行AB 对边平行 那么还要相等 它才叫做平行 它就已经是平行了嘛 它那么它就会一定会相等 所以这里会是15 那么并且呢 这个地方呢会是一个18 平行四边行 好 再来看下面这一句是 如果说 珠H垂直BC 珠H垂直BC 这里是一个垂直 求西一的长度 求西一的长度 西一的长度就知道了 38减掉18 这里会是 38减掉18 这里会等于20 垂直 它有说是等腰梯形哦 等腰梯形 有等腰梯形 它就会更好做 这里15 等腰梯形 它这个垂线 我们在上面有一个单元 如果说是等腰梯形 也是这次段考的内容 如果说是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的话 那么脚平分线 脚平分线 就会等于 底边的那个垂直 垂直 平分线 会是相同的那一条 这个是在等腰三角形里面 我们所学到的 脚平分线跟垂直平分线 它是一样的 这里要抓的是垂直平分 意思是说 如果说这里是18 然后这里是20 对不对 那平分了20 所以这里就会是10 这里就会是10 好 珠H长度是多少 有没有看到一个 直角三角形 三角形 这个珠EH 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这个高呢 珠H它就是一个骨嘛 好 珠H会是多少呢 它会是斜边的平方 然后再减掉一个另外一个骨的平方 开根号就会是珠H的长度 然后珠H这个15的平方是225 再减掉100会等于125 125呢会等于5根号5 5乘以25会等于5根号5 所以珠H呢的长度就会是5根号5 那么T型ABC珠的面积好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了上底是18下底是38 它的高呢是5根号5 然后再除以2 好 来再来2 18加上38会等于56 56再乘以5根号5 好 来约掉224 2816 所以呢会是28再乘以5根号5 好 答案出来咯 答案会是140根号5 好 你要记得回答的时候 你要写一个平方单位 这题就有一点点变化了 比之前那几个要稍微变化一些 那么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 你都看清楚 那么就很容易解题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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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